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直接开始啰 今天有一点点下雨 所以我选了一本书叫做 不喜欢下雨天 不喜欢下雨天 又欣喜不喜欢下雨 喜欢 Elisabeth喜欢下雨吗 等一下 Lisa 我忘记Lisa baby baby叫什么 我看一下 马上检查 Gin Gin在后面 Gin Gin 你喜不喜欢下雨 喜欢下雨吗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只猫咪 这只猫咪很不喜欢下雨 为什么它不喜欢下雨 你看它看到雨就很害怕 遮住头 它说我不要下雨 为什么 我们来一起看到什么 因为 新蛙喜欢下雨 然后小雪地每天都会在下雨 对 那我们来看看 你看猫咪不喜欢下雨天 不喜欢下雨天 它还拿着雨伞 小猫天天和热热约好 星期六要去猫尾草公园野餐 骑脚花车 嗯 通完电话之后 天天就很开心 准备好她的帽子 戴帽子 然后照镜子 然后打扮得很阳光 很形 他变形猫 然后他要练身体 举重 嘿呀嘿呀 然后他还会用那个 梳子 梳自己的刘海 看他这样梳 会不会比较帅 然后他还看了什么 男性的杂志 时尚杂志 看说 是不是戴墨镜会比较帅 期待了好久好久 明天终于就是约会的日子了 星期六 天天兴奋的准备去买面包 和零食 可是却听见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的讨论 呱呱 明天要下雨了 呱呱 好棒好棒 耶呱呱 又能开演唱会了 哇 什么 不会吧 下雨 好扫兴哦 到处都会湿搭搭的 哈 也太倒霉了 到处都下雨 不要 一点都不好玩 又不能野餐 又不能骑脚踏车 我的阳光行猫的约会计划要泡汤了 那怎么办 他要哭了 你看他整个人都垂头上去 背着那个背包 很慢很慢的往前走 失望的天天啊 经过了花小 花小猫的家 然后 嗯 花小猫在做什么 他也是大喊 哇 我不要 哇 原来花小猫的雨靴穿不下了 正在闹脾气 哎呀 怎么穿不下了 之前明明就可以啊 看我的厉害 我要穿进去 可恶的臭雨靴欺负我 我穿不进去我的雨靴 哎 连线不稳定 你们现在看得到我吗 因为刚刚有点断掉 还OK吗 OK都比个OK OK吧 OK 好 花妈妈走了过来 然后说雨靴穿不下 就代表花小猫长大啦 长大了 脚也会跟着长大 你们想看看还有什么好处吗 对 没错 可以买新雨靴 太好了 然后花小猫的妈妈就带他去逛街 要买雨靴了 哎呀 他都没擦雨靴 然后直接光溜溜的脚去走 哎呀 穿不下了 耶 万岁 花小猫和妈妈开心的出门去 天天看着他们想起自己今天的约会 哎 我们的约会也可以这么开心吗 然后天天就想说 虽然下雨不能骑脚踏车 但是可以跟热热雨中闷步 嘻嘻一定很浪漫 然后他就在幻想说 有热热在的话 雨滴都变成彩色的 你看他的雨有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 粉红色 还有 黄色 黄色 还有绿色 对他有一点点像 Tiffany的绿色 还有紫色啊 有一点红色跟蓝色加起来变紫色 对对 好我们来看看再下一页 而且淋雨凌晨落汤鸡也不错哦 感觉就我很man 帮我的最爱撑伞 我自己淋湿也没关系 而且下雨之后 会把我的毛淋得变成瘦瘦湿湿的 然后整个人就会看起来好像瘦了两圈 因为他的毛都撕掉就垂下去 变成瘦瘦的 都不用练身体就变得好瘦哦 买了好久的新雨衣 也终于找到机会穿出门了 耶 你看 那个他的猫咪的雨衣是恐龙的形状 是不是跟你的一样也是红色的恐龙形状 耶 然后他们还可以一起穿雨靴 然后玩那个踩水蛙的游戏 有点像佩佩猪有没有 你看这个好像这个是什么 他在低头看着那个水蛙跳跳跳 很开心 还有还有可以和乐乐到池塘边 一起听青蛙的雨天演唱会 耶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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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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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很厉害耶 然后再去吃一碗热乎乎的汤面 有没有我们今天吃汤面 好好吃哦 涼涼的雨天最适合吃热乎乎的汤面了 然后最后在回家的路上 欣赏大家开满彩色的雨伸花 哇好漂亮哦 还有不一样的雨啊 对啊 啊我种的猫草也会快快长大 他们喝了那么多的水 太高了 顺便让雨水洗洗我脏脏的脚踏车 还可以送给乐乐 哦他想说他种的那些猫草啊 长大之后就可以送给乐乐 乐乐一定会很喜欢 想想其实这真的很完美 想到雨天可以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天天就忍不住兴奋起来 然后到了晚上 窗外果然稀哩哩的下起倾盆大雨 然后他就说我的浪漫雨天计划 一定没问题的 嘻嘻不用担心下雨哦 放心交给我吧 然后他的那个猫咪女朋友乐乐就说 太好了听起来很棒呢 我们一起期待雨天的约会 明天见 哦到了隔天 今天是星期六 天天起了个大早 看着窗外还飘着雨 觉得很满意 太好了 就是要这样子的雨天 赶快刷牙洗脸梳头发 换上的雨衣 穿上最酷最拉风的新雨衣 准备去约会咯 呦呼出发 他也没有忘记带他的雨伞 结果一出门 哦 竟然是个大晴天 太阳公公好大 咦怎么会这样 我的完美的雨天计划 不过 耶 雨过天晴啊 你看他一拖 马上 一拖就脱掉他的雨衣 哇 而且还看到超美丽的彩虹 一起去看美丽的彩虹吧 你看他们爬到山上去 看到好美的景哦 对不对 好他们两个怎么可以爬上去 他们慢慢的走上去啊 你看旁边有一个小鹿走上去 很厉害吧 可是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变他们两个人 他刚跟人人约好要去约会啊 所以他们最后选择在山上约会看彩虹 结束 那我们现在剪接着马上来看第二本 第二本 呀呼 呀呼